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里是我们的知识 大万事务今天在创新高 台股再度的见到万点 不到一个月时间 指数从9319来到今天 1020点已经涨了700点 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这种多头行情前波的高点 它当然不会是高点 任何的压回站在买方 这盘真的在玩电动玩具一样 非常的简单 只要跌下来买 接下来都会往上走高 没有一次有例外 把握多头行情回党看支撑 让你逢低成绩的时机 太多次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1月7号 台股出现导型反转缺口 我这种导型反转缺口 代表是波段起涨讯号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很简单 1月8号任何压回站在买方 跌买 你会冲上去 冲上去做再度回党 还是要会低接 没有错吧 包括上礼拜三 台股盘中跌了66点 来到9828 越跌越要敢买 跌的时候不买 真的没有低点 礼拜五大涨92点 来到9980 今天台股又涨了43点 来到1020点 这么漂亮多头行情 你如果还不晓得如何把握的 真的是 网会 庆龙老师 每天在跟你解盘 每天陪你看盘 多头行情 要赚取波段利润 不难 难在它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办法抱得住 比如说华欣科 今天这样股票 几万千 看一下 电脑有点故障 没关系 奇怪嘞 今天的华欣科 最高 181 从这个136 低点到今天181 它是冲下波段新高 有没有超过三成 每次的回档 我都说可以站在买方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赚取完美的波段利润 真的不容易 1月4号 华欣科杀下来有成接买盘 既然有成接买盘 站在买方 139低接完之后 股价冲高 当它回档 1月10号 我说岛型反转缺口已经出来了 华欣科会有波段走势 我讲得很肯定 而且是在它跌的那一天告诉你 所以既然会有波段走势 当天155逢低再度的成接 然后1月18号 涨了24%32块钱的华欣科 我说为什么要抱着 因为融资有在减少 就如同最近的行情 指数不停的往上堆高 很多个股往上走高的过程当中 头面你都在卖 你越来越会卖的股票 我越来越高速会爆股过年 反市场的操作 总是跟大多数的输家 站在对立面 所以1月18号已经讲过一次 华欣科抱着 所以上礼拜三123 连续三天的整理 融资续减 我说照样低接 当时候融资水位 老婆1万9千多张 没有错吧 1月18号融资水位2万多张 所以是不是减少了1千多张 那既然融资续减 上礼拜三 华欣科163一样低接 低接完之后 礼拜五你就看到 他中场来到176.5 涨了40块钱30%的华欣科 我说这档股票可以爆股过年 这我上礼拜五提供给我会员 跟观众朋友的看法 今天华欣科创高之后回党 我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如果我的看法有改变 我盘中一定会告诉我们会员 做把党嘛 到今天为止华欣科 我的看法不变 一样可以抱着 融资创下晋级的新低水位 剩18000多张 筹码面是越来越漂亮 所以股价的一个架构 在筹码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当然很有推升的空间 每次的低档都是我带会员买的 完整的破断行情 我会一档一档的带给你 国具也是如此 1月4号有承接买盘 所以当时候290要买 我之前在分析国具就告诉你 200以下买国具很安全 应该还记得吧 所以1月4号的国具有承接买盘 290可以低接 302再加码 307一样逢低买 1月23号连续三天的回档 融资续减的国具一样低接 每次的低档 我都在逢低承接这档机油股 包括上礼拜三 314.5还在买国具 礼拜五拉出中昌宏 来到331.5 抱着过年 抱着过年 所以到今天的国具 最高339.5 开高走低 抱着 看法没有改变 抱着融资续减 就有利于股价的一个走势 这是非常简单的筹码面的分析 秦老师在分析筹码 绝对不是跟你讲内线 很多分析师会告诉你 他掌握了特定人士的一个买盘 跟你讲好像他有内线 所以他觉得这个筹码面非常漂亮 这种分析 跟一般正派的分析师的分析水准 是不一样的 真正走满面的分析 就是要看融资融金的变化 三大法人进出 还有大股东的一个什么 持股的增减 这都是交易所看得到的资料 这才是真正走满面的分析 但是如果一再的在电视上 好像隐约的跟你暗示 他有掌握特定人士内线消息 那个绝对不是筹码面的分析 所以看节目要懂得看门道 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凑人脑 你参加所谓内线消息的 真的会让你赚到钱吗 内线告诉我还有谈 我相信你听过太多 这种消息面的一个股票 哪一档会让你赚到大波段 但这次的被动元件的华欣哥 我们让你赚到大波段 包括这次的文贸 你看我会不会大波段的赚上去 在上礼八一文贸 5G公益放大器的 我在去年度315卖掉的 跌到126 差了189块钱首度接回 去年度的4月18号 315高档卖掉 这个卖掉之后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锁定我全部的 至少从315卖掉之后 我一档来到86.7 我没有让你们受伤 因为那个过程 我从来没有推荐你们 可以做机会的动作 直到上礼拜一 对来到126嘛 虽然不是买在最低点 但是买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动点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该避开的风险完全避开 该掌握的利润 我一毛也没有少带给我们会员 所以上礼拜一的文贸 126首度结尾 整理三个月 叫做长波段的时间转折 所以我说这次文贸 当然是涨真的 是来大的攻击量也出来的 所以126没有买 隔天平板以下 134.5再低级 来到礼拜三连续三根红铁棒 我说他筹码面很漂亮 因为融资低水位 上礼拜的VCR你看过了吗 我说礼拜三的文贸 既然筹码那么漂亮 他肯定还会大涨 讲完之后 礼拜五不仅大涨盘中还亮灯 从上礼拜到礼拜五 每天都是红铁棒 买到这种股票 好像每天都在赚 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每天都在涨 短短一个礼拜时间24% 出现这种量还不会再涨 还会再涨 当然会再涨 但是今天没有涨 连涨五天的文贸 今天没有涨 你想听我怎么解读吗 融资再度的创下新低 今天文贸 不卖 不用急着卖 我说大波段的利润 要高手陪你走下去 否则每天晃来晃去 洗来洗去 你真的抱得住吗 这一档全新 12月25号 晚行底的架构 现买现工涨停 你们看到筹码一样很稳 他一样是5G功率放大器的 12月25号买在62 买完之后冲高之后回档 59.4接近支撑 要不要买 多多方情看支撑 支撑到了不要手软 涨上去的过程当中 来到66.7 我说接下来他会整理 再给他整理几天 所以我分析个股的一个走势 或是分析盘式的看法 我会给你碰碰 他要怎么走 先告诉你 我不会因为我买了什么股票 就告诉你这档股票大涨特涨 1月11号的全新 我说他会整理 大家有没有整理 整理了将近10天 有没有 从1月11号这个位置开始整理 那我1月23号告诉你 整理完还会再涨 重码还是很漂亮 没有错吧 既然整理完还会再涨 上礼拜三的全新 64.1还是可以买 买完之后 礼拜五有没有涨 涨了4.2% 今天全新又涨了2.4%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 真本领的分析 而不是每天跟你画大饼 跟你呼口号 告诉你每天都可以大赚股票的邀请安 来吸引你目光 这不符合我的风格吗 所以多头行情再听一遍看支撑 股票跌下来不要怕 不管是大盘的走势还是个股的操作 都是这样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股已经涨了700点了 所以这次你每天锁定我节目的 只要盘是底的时候你跟我进场逢低成接的 哪一档你不是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利润 包括这一档值的工业4.0的 去年获利率也新高 1月15号大双底 左脚右脚又出现攻击天亮 1月15号买在84.5买完之后有亮灯 对 冲高了10%之后回档 你们看到可以放 跌下来可以再买 所以一档股票如果 第一个买点没有买的84.5没有买的 1月17号跌下来87块钱再买 买完之后隔天18号涨到91.5 1月22号他又回档来到87.3 我看涨 一档股票如果看涨 买还是卖 只有你盘中跟我接触的一个好处 我什么时候发讯息给会员 收完盘吗 是你在看我节目的同时吗 这个时间点吗 当年不是 发护讯从9点到1点半 一档持股的变化 不管是量价筹码形态 我都会帮会员盯得很紧 所以你看到 我常常把会员的一个买进跟卖出的讯息 拿出护讯来跟你对时对价 这代表我盯盘是非常的紧凑的 买了什么价位我就运出来吗 因为我要给会员面对面现在的沟通 你们收到护讯跟我发出的护讯是一致的吗 当你发现这样一致的一个操作行为 让你得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绩效 我们的合作才会长长久久 所以最近非常感谢会员 都在提前续约跟升级 很多人认为下礼拜过年了 对参加会员不感兴趣 那是你们想法 会员为什么要提前续约 为什么要提前升级 为什么没有绩效 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所以非常感谢全国会员的支持 吃人一斤 行人一斗 是我对待会员的心意 会员很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就是缺少着一种回馈的心态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冲突产生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善念 吃人一斤 行人一斗 纵使不要行人一斗 行人一斤也不错 对于这种善意的社会的一个循环 架构会得到一个非常进步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行情 2月份的行情该怎么掌握红包行情 亲爱的投票 就融合这种股票 跌下来我看涨我就会带你低接 之前你已经看过一次了 87块钱买值得了 隔天来到91.5 这次又来到87附近 看涨当然再度的成绩 10.27分的值得 87.5以下可以买 经过三分钟87.4 你对时对价 87.5当然低接得到 今天的值得涨更高 92.2 每次成功的经验 所带给你是一个正面报酬率 你现在还在等什么 等过年吗 不用等 过年期间会期算庆隆老师的 2月份的会期一样算我的 这是过年之前所给你的 三个大红包的邮会活动 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观察了很久 基本面当然不用话系 亲爱介绍股票 品质都保证 赚超过一股本 赚超过一股本 股价修正了一大段 有没有修正了一大段 跟文帽有点雷同 对不对 经过一段的时间整理 形态突破了 你看到融资 是不是创下心底水位 筹码面实在是太漂亮了 筹码面实在是太干净了 散户几乎没有人有这档股票 但是我看到它基本面 以及形态的一个表现 今天叫做突破的一个买点 当然还有加码点 不想如何掌握 远远向盈红包 进行大行前的 过年之前 所给你的红包三重送 依然在进行当中 前面两个是现金红包带 第三个红包 最大的红包 不管是过年前 还是二月份的会期 通通算庆楼要值得 现在加入行业 会期就是从三月一号 开始起算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感谢 零800 868365 零800 868365 事顿路部蔡老师 2019迎经出 红包3重送 送您 兩万大红包 会期再从三月起算 翻车线 零800 868365 零800 868365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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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